我们是释迦牟尼佛 那我们是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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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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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迦牟尼亢 那摸奔斯 釋迦牟尼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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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莫本世世家莫利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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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莫本世世人 那莫本世世家莫利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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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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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向上,面向佛陀,向說法主行三問訓禮,一問訓,征服真慧,再問訓,吉祥圓滿,三問訓,造成佛道,請各位輕輕的坐下, 請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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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何不相 莫悲善 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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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 十七 冬山 一切 善思寺 万一心君在余天地 今后余 无限奔远 为神明 故心 必须如来心 一生 故心 三恶 一世 生 故心 三恶 仇佛 果佛菩萨仗 为众 佛兴 佛庆 生意 南 神仙主宝 却从万个亿与与与生行 付出今妙愿出 请天为来一切圈 曾透神神 共等 阿喜 祝 最善言 阿万 去 云 投降 其善 更 路 死 随 身 穿 云 去 往 方 仰 從來 醉生 彼佛 醉生 養 莫 香 燒 香 一旦 主 與 諦 如 妙 告 去 我 喜 公 養 諸 如 來 我 以 光 當 生 心 生 心 以 宣 三 四 何 其 口 善 恨 願 禮 普 平 公 養 諸 如 來 是 難 真 尊 眾 生 與 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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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難 真 尊 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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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轮 作何我与世的盼 或许此诚而选去 为人求诸他成绝 已有一切出众生 所有的盼 共让我听 和祖师传奋 随喜常会出生根 回向众生寂靠道 愿将祢此生共感 回向众生 也信仰我 万一人愿 地狼狗伤悲 若是无量无能 或许此情回向 所有众生生口语 见过胆胖 无法等 如是一切 也读也读也读不可 乃许各小面 去偶遇 念念 自走 已发现 光渡 众生 皆勾退 光渡 众生 皆勾退 来自去光 自觉 愿 众生 皆勾 愿 老知 如是 事 何华 何便 念念 念 今 最果 想 愿 无人 无人 无论 呃 无人 大 恩 无仙 佩伞 欅 无人 大 恩 无仙 佩伞 歴 无‌打 恩 无仙 佩伞 愿 无多 恩 无仙 佩伞 音量無力 这鱼竹 harp 王爹 有变飞的 对安地 刘录音 神經聆 天堡 hakk 心、天堡 пост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起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讲 所以你看第一页 标题叫做菩萨道中圣身见于广大行的结合 选择的经论是龙树菩萨 Bodhisattva Nagarjuna 他讲了一部菩提之良论 简单的讲就是 怎么发菩提心积聚的福慧之良 那这个经文的标题英文是我加上去的 也就是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ofound view and the vast action through the Bodhisattva path Profound view是圣身见 这个名词要大家记一下 圣身见就是佛教讲的 圆起性空的见 佛法跟世间法 有很多很多的相同跟不相同 最不同的地方是有圣身见 就是对于圆起性空 苦空无常无我的空性见 第二个叫广大行 Vast action 或是叫做 Vast approach也可以 英文里面有过很多词 也就是说 在行大乘菩萨道 我们在新加坡大家联友到发菩提心 学释迦摩尼佛的正法 也要欢喜受三规五界 我们学菩萨道要利益广大的众生 我们需要两只手 一个是圣身见 般若空会 第二个广大行 就是慈悲跟愿力 你少了人一只手呢 你都没有办法利益广大众生 就像车子一样 假如是两个轮胎的车子呢 它也是要有圣身见跟广大行 那我多年来在新加坡很有缘 也谢谢三宝 也谢谢各位新朋友老朋友的支持 我以前讲的普贤十大愿 或华严经或法华经 大部分属于广大行多 发愿要广度一切众生 跟大家结缘的金刚经破空论 是属于圣身见 所以慢慢来 我想将来讲这个论之外 还会继续讲法华经 接下来我有个愿心 也想讲维摩接经 最后会讲波罗波罗蜜经 所以各位要有耐心一点 然后step by step 空性的教法是很深的 假如没有基础跟道次第的话呢 你一听空啊 很容易断灭 所以为什么说这叫combination 两个要结合 它才会产生力量 那为什么选龙树的菩提之良论呢 因为这本是汉译里很重要的 跟大致度论一样 是很重要的论点 可是呢 从古至今啊 弘扬的人很少 所以我真的很真诚 也欢喜 也感恩 海因古斯的助持 传语法师很有眼光 我们沟通了很久 选择这一部论 它叫菩提之良 资良听好 在英文翻成叫increasing merit 在中文里面呢 没有增加这些字 可是呢 我觉得翻译是很难的 所以你必须懂两个语言 还要意义也没有翻错 所以资良是要积聚之良 可见资良呢 不是坐在那里 天上会掉下来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要 忏悔业障 积聚福德智慧的资良 其实福德跟智慧还不够 应该还要加上一个怨恨 代表怨恨最大的是什么 普贤菩萨 所以它叫做 英文标题是我加的 Bodhisattva Nagajuna's Commentary On the increasing merits of the enlightenment practice 这里的菩提是让你 enlightenment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修行要跟觉悟相应 这次真的很感恩 这个韩英古斯呢 为了这场演讲 他准备了一个月 包含音乐各种设备 大家为什么欢喜心会来做 因为我们都希望呢 跟开悟啊能够结合 所以enlightenment是很重要的 假如你在做当中没有欢喜心 而常常生烦恼的话 那就很麻烦的 好 那我们也考虑很周到 今天是礼拜五 很多人还要做工 不来听的人并不代表 他不想学习佛法 所以我们会全程录影 将来会流通法宝 也会上网 全世界人都可以听 连我睡觉的时候 他都可以听 菩提之良论 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华语讲座是我 然后我们讲中文 然后时间是从今天到礼拜一 那礼拜天晚上呢 是九点就结束 因为他们有和平中 讲解的地点在海印古斯 主办单位是海印古斯 所以他们有网站 也谢谢商业金社 我所有的学生 做幕后的讲义 所以要感谢三宝 感谢众生 感谢各位的参与 好 现在请看 第一页是共修 第二页是带我们回向 我每一次来新加坡 都很欢喜 老实说 可是在欢喜当中都很辛苦 我真正都要准备 两个月跟三个月 我才敢来 因为你们新加坡呢 眼睛都长得很高 那这边呢 南传 北传 藏传的 这个上师 仁波切 法师啊 都是呢 我非常的水喜赞叹 所以其实我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那我原来南传 这边呢 小孩不笨电影都要看三遍 我才会赶来这个国家的 所以我的真诚呢 是我真的用心做得不好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导 所以我会希望有很详细的讲义 然后尽量能够提供不同的语言跟资料 希望呢 你不单单只是法喜充满 回去呢 还能够复习 请看第三页 目录 这是介绍的第一个是前言 前言是今天晚上讲 为什么要讲这部论 这部论呢 非常的长 所以有六卷 我本来野心非常非常大 我想呢 把它讲完两卷 结果我在讲义的时候 我们每天从早到晚 我都念文书菩萨 其实文书菩萨加持让我开智慧 编最好的教法给大家 结果讲了一半 只有四天 还要呢 回向 还要答问题 本来要讲六度菠萝蜜 我看三度菠萝蜜吧 但是呢 年底我会继续讲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给我压力 因为我的心脏不太好 这是假的 因为在台湾哦 我们每个礼拜要上课 我金刚金破公论 每一个礼拜上一课 我讲一年耶 才把它讲完 所以希望新加坡的联友很真诚 不过你也有慈悲心体谅我 不要要求太多 好 我会慢慢讲 那因为讲得太快的话 就算我一个小时 把南传 北传 藏传 所有的佛法都讲给你 你听了 你不一定能消化 所以希望你要有耐心 跟谦卑心学 所以今天会讲前言 第二个是菩提资良顺的本颂 从第七页到第十七页 我全部叫对了 而且边上边号一共有两百六十颂 西藏人呢 跟印度人是天天都要被祭颂 就像我们的普贤行愿品 所有十方世界中 从三世一泻人狮子 我已清净生语 以一切片里尽无语 不曉得新加坡各位联友 你的普贤行愿品念完了吗 念完了三千遍的请举手 No anybody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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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位 掌声鼓励一下 还是有人做完了 好 念超过两千遍的请举手 好 那这样 一千遍的 五百遍的 两百 两百五 好 那要加油 为什么呢 虽然你可以听到很多 南传 北传 藏传的佛教法 可是你光听啊 老实说很欢喜 会生智慧 但是不能解脱 这是我跟你讲真话 为什么呢 听得最多的话 那不是DVD跟录影带 都通通都成佛了吗 听以后 闻会有智慧 很欢喜 谢谢你来 第一下来要思索成会 要去思维 第三个还要修 所以有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师父我可不可以归依你 我说我不是很重要 但归依有一个条件 要念一千遍普贤行愿品 而且我会考你背记送给我听 这样我才会收你做徒弟 你说师父你太酷了吧 不 因为我收你做徒弟以后 我要真正教你 这是我的责任 那当然你也要随缘归依 当地新加坡都有很多很多的法师 也可以归依 可是你真正想真的发心 拜新红法师做归依的法师的话呢 要念一千遍普贤行愿品 全部哦 对 长寒文跟记送 我自己念完了三千遍 三年我就全部念完了 所以我真诚很欢喜 相信华延金是金钟之王 刚才换的幻灯片 一样的在西藏人呢 他也是念普贤行愿品记送的 所以记送你要会背 当然现在新加坡的中文呢 慢慢慢慢进步了 不过还是OK啦 英文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记送在印度人天天要背 西藏人也要背 中国古来的大乘的法师啊 法华经 华元经 他都要通通能够背的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因为背的时候 你的心才会在法上 否则人家嘴巴你在诵经唱战 哇啦哇啦很庄严 可是你的心啊 是到处在跑的 所以是第一个建议 菩提之良论 伟大的龙树菩萨 照论的时候呢 写了两百六十颂 我本来这次想要讲 一到九十四颂 但是呢 打折打折再打折 最后就讲到呢 只有一到六十二颂而已 这是先说明一下 所以这是龙树菩萨写的 比丘自在是 中国大唐印度的达摩极多的主持翻译 接下来我做了一个寄送与科叛 是我发愿做的 因为科叛是subtitle 也是个outline 因为呢 各位不一定可以全部被寄送 但是你可以记得很多很多的修行的main point 主要的重点 所以科叛呢 是很重要的 从古至今在中国大乘佛法奖经呢 要有三个 像三足鼎立 第一个经文 第二个要科叛 第三个要好的注解 这三个三足鼎立啊 这个法才会弘扬无量无边的世界 所以希望呢 这个愿心呢 能够对你有一些些的贡献 第四个 就是从二十二页到三十九页 有非常详细的 菩提资良论的论 寄送跟论的本身 还有我补充资料 这样你可以专心听 当然呢 我也不会全部把它打完 免得你打瞌睡 所以我还留一点笔记给你们抄的 接下来附录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 尊贵的第十七世 大宝法王的干妈爸长寿奇请文 The song of the long life prayers of the holiness the 17th 干妈爸 希望你们也可以得到法王的加持 好 请看第三页 第十五行 前言 在前言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 在西藏 我们现在的佛教有很多很多世界的国家 不过简单的讲 不同的分类是分为南传佛教 Telavada Buddhism 像泰国斯里兰卡 部分的印度 第二个我们新加坡是 按历史上发展是属于大乘佛教多 当然现在也可以看到南传佛教跟金刚乘佛教 第三 那大乘佛法呢 包含的是中国 日本 韩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所以新加坡也是很有福报的一个国家 是大乘佛法很重要的重镇 第三个 金刚乘佛教 金刚乘佛教跟各位理解的日本的东密不太一样 日本的东密是从印度传到中国唐朝 由不空三藏传到日本或韩国 叫台藏界跟金刚界 而我这边讲的藏传是以西藏佛教为主 就是在座各位穿喇嘛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的服装 主要是北印度 尼泊尔 布丹 西津 青海跟西藏 刚才我放过幻灯片给你看 三章都是不同的释迦摩尼佛 但是三章都是释迦摩尼佛的教法 所以我今天举一个西藏巴楚仁波切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请注意听 巴楚仁波切呢 在西藏是很了不起的 等同于宗科巴大师一个大师 他呢写了最了不起的叫 普贤上师言教 他有两个故事让我很感动 第一个因为他被邀请到一个寺庙去讲经 结果呢西藏像我们现在不像交通很好 他叫拔山设水用走的 走呢走到这个路途的一半呢 他累了他就在一个寺庙挂单 因为呢他平常很低调 所以穿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那他就挂在寺庙挂单呢 挂单以后呢他就住在这里 然后呢他就 那寺庙的Campbell就是讲经的事呢 就问他说 就每天在诵经 在看 念什么 就是普贤上师言教 然后呢他就很谦卑的问 巴蜀仁波切就问 尊贵的看部啊 请问你在读什么 他说啊你太没有善根了 这是伟大的这个 巴蜀仁波切讲的 普贤上师言教 我们呢请他到一个很好的寺庙呢 为我们讲上师言教 我们在等他 哦他说哦那很好 那我不懂你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呢 他说好 明天开始我就讲普贤上师 给人教给他听 那呢他就坐在那边听他讲 自己的著作 讲一个月 听得非常的翻喜 哦他很关心 然后真诚的求法 然后呢他就讲 讲完了以后呢 就感恩他供养他 然后就走 走了以后他才知道 哎呀那个人就是巴蜀仁波切 所以可见真正修行的人呢 他是很慈悲的 他是不会骄慢的 对不起因为我习惯要听到我的声音 所以他麦克风在测试 第二个呢他到了寺庙被升座以后呢 大家都讲哎今天是法会了 谁是巴蜀仁波切呢 就大家就坐在那边啊 就中古其名啊 就在诵经等巴蜀仁波切 突然就看到一个破破烂烂的来 然后呢换了袈裟 然后大礼拜就升座了 升座以后呢他就说 今天是法会的开始 我今天要教慈悲观 结果他这么一讲啊 在座有很多的上师 都是了不起的 上师啊 拉玛仁波切 有一个很骄傲的仁波切 就站起来说 巴蜀仁波切 你不用讲这个了 这个我们都会了 对不对 你换个主题吧 慈悲观谁不会呢 那巴蜀仁波切跟他说 不要急 不要急 慢慢来 成佛一切的法门 要从慈悲开始做起 然后呢 他就做了一些开示 开示完了以后呢 就下座了 那那个法师非常的骄傲 然后呢 他认为自己修得很好 又很好的传承 结果他就在寺庙旁边的佛塔 就打坐了 这时候巴蜀仁波切 一下座的时候呢 就把袈裟给换掉 就又换了一个在家 就是那种冬天嘛 很冷的衣服啊 就走过去 那个法师呢 那个仁波切就坐在那边 就禅修 慈悲观 这样 然后呢 巴蜀仁波切就走过去 绕塔绕三圈 礼拜 就走过来说 拉玛拉 你在做什么 讲的第一句话 他不理他 他就要看了他一眼 拉玛拉 你在做什么 拉玛拉 就是叫他 西藏的问候语 就说 拉玛拉 你在做什么 这意思 他就长大声一点 拉玛拉 你在干什么 他睁开眼睛 你不知道我在修慈悲观啊 哇 他说 你的慈悲观是这样修的啊 走走走走 我忍不住在这边修行 不要吵我 我在修慈悲观 这样子 然后呢 他没有把他的斗篷放下来 所以他也不知道是谁 他就过了五分钟以后呢 然后他才能进 然后再就过去 再绕三圈 拉玛拉 你在做什么 那个拉玛拉 又打眼睛 又是你 不理他 他再绕一圈 你到底在修什么 看你这么认真 你要不要教我一下好不好 他不理他 再绕过来呢 拉玛拉 你到底在修什么 你教我吧 你不知道我在修慈悲观啊 走走走走 你这么没有善根的人啊 你是不会修的 我在修慈悲观 又把他赶走了 结果过了呢 三分钟以后呢 他又来了 他不用等三次 直接呢就问 拉玛拉 你到底在修什么 你的慈悲观是这么修的吗 你心中充满了称心 你心中从你的身口意 一点都没有慈悲心啊 你怎么会修慈悲观呢 他说是哪个上师教你的 世嘉莫尼佛教上慈悲观 好像不是这么修的吧 他就很高 很生气哦 因为他是个仁波切 被挑战了嘛 他说你到底是谁啊 这么大胆的敢跟我讲话 他就把这朵棚打开来 我就是你骂我的那个 八祖仁波切啊 结果一刹那之间啊 他看到八祖仁波切的流眼泪 他就开悟了 听起来的这故事 有点像禅宗的公案 可见呢 谦卑很重要 所以我也很真诚的 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也很感动 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 龙树的菩萨道 发菩提心 更行六度万赫 所以这四天会介绍 布施持戒忍入 再做我调查一下 请在大碑中心 听过我讲经的请举手 好吗 这么多 谢谢 几乎一半 因为我想知道呢 故事不要讲重复 如果是重复的时候 希望你不要生烦恼心 教法要常常听 听过了 你要生欢喜心 而且你要思维 我有做到吗 了解吗 所以心是很重要的 请看 第一 修行是 心 修行的根本 心 心在藏文里面叫 Semba 梵文叫 Zitta 或是英文叫 Mind 或叫Mindfulness 都没有关系 一切教法 不管南传 北传 藏传 都要从心下手 因为众生 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果报 动机 跟你回向的方式不同 所以我们得到的果报 也不一样 就像释迦摩尼佛 常比喻 像云云大海里面的 这个鱼一样 所有的众生 是不一样的 各位来自于不同 每个人的因缘不同 你的业不同 烦恼不同 所以你相貌也不同 但是最庄严 最亲近的是谁呢 尊贵的释迦牟尼佛 所以古大德讲 佛说一切法 未知一切心 若无一切心 何须一切法 所以为什么要开 这么多的教法 是因为众生的心不同 众生的根性不同 举一个简单例子 像数学 在小学你可能教 一加一等于二 到了一年级的时候 二一得二 二二得四 二三得六 你可能要教它 加减乘数 到了国中 Junard High School 对不对 或是College 它教的数学也不一样 大学或是博士班 可能教微积分 可是它是连贯的 它要有基础 所以佛党的教法 都是目的 要帮助你开悟 所以在教法当中 金刚经讲 是法平等 无有高效 佛说一切的教法 是要对峙一切众生的心 注意对峙 表现你呢 听了很多佛法 你要能够调伏你的心 这个要去学习 听了很多 当你一观起来的时候 你还是像刚才的 那个仁波切讲 再修慈悲观的话 那你就很惭愧了 对不对 我们的心在没有学佛之前 很自私 学了佛以后 要去实践 要真正把自 称心跟私心 慢慢的转变 你的悲心啊 才会升起 这个才是佛法的力量 跟功德 如果没有一切的心的话 就不需要一切的教法了 接下来再看 第二个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来修学佛法 来做义工 来做功德 目的是要自立立他 请看第四页 自立跟立他 是一切大乘菩萨道的 是依四弘誓愿 当你在皈依的时候 可能也有发四弘誓愿 尤其是在受菩萨界的时候 会发众生无边誓愿度 可是呢 各位要想一想 我们常常嘴巴念众生无边誓愿度 可是你要去思维 坐在你旁边的莲友 或是呢 你在公司行号里面 最讨厌你的同事 或是你家里最讨厌的家人 你有没有生慈悲心 去帮助他 关怀他 以及鼓励他 我觉得新加坡的莲友 有些很精进 但是我希望提升你们的quality 有些人呢 诵经都是很庄严 可是呢 一面对众生的时候呢 其实就起了烦恼 对不对 所以你的慈悲 是要真正的用在你对周遭的朋友 尤其是你好好学佛的时候 不用功则疑 一用功的话 哎呀 住在那个公司行号里面 这个主管讨厌你 那个同事嫉妒你 后面泼你的冷水 太好了 他们都是你的佛菩萨 就是来模拟的咯 不然你怎么成佛呢 所以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常生欢喜心 请你写下来 好的东西 你要欢喜 不好的东西 你要生欢喜 我们一般佛教徒 也很说老菩萨 碰到好东西 你看哎呀 佛子加持我 我很高兴 遇到呢 我们 别人障碍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不欢喜 听好这样不对 遇到人家考验我 骂我的时候 我也要生欢喜心 为什么 因为他也来让我们修 忍入菠萨蜜 第三个要修的 举一个例子 注意听 我常常辟语的 在花园里面 你现在要种玫瑰花 新加坡很长 很难看到garden 对不对 你只要有一块地 种玫瑰花 你开始播种了 你开始要浇水 可是听好 你一长的时候 不是开始就长玫瑰花 长什么 杂草重生 玫瑰花也长 小小哥 长得很丑 然后呢 乱七八糟的杂草很多 接下来你怎么办 第二步 你需要去买剪刀 把杂草全部给剪掉 第三呢 过了两三天以后 哎呀 一施肥的时候 又开始长杂草 你还要再剪 还要连根拔除 等杂草拔掉了以后 你在施肥的时候呢 你才会看到原来养分都被玫瑰花吸收了 接下来的玫瑰花才会越长越好 最后呢 你才可以呢 去采花 不过小心 不要被玫瑰花的刺到了 你采了花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送给女朋友 女朋友 第二个也可以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Happy Birthday 也可以供养你的爸爸妈妈 你可以也吗 采了玫瑰花来供佛菩萨 好 注意听我讲这个批语有什么 第一 当你撒种子的时候 你虽然撒种子 可是为什么都会长杂草 种子代表你好的善业 杂草代表你的恶业 那你现在开始的一撒的时候 是好坏都长的 所以很多很多的佛教徒 没有听经文法的话 都会觉得说 哎呦我一用功哦 佛菩萨都要保佑我 家里赚大钱 学生孩子考第一名 那你家赚大钱 别家不要赚 所以人家说笑话 All money come to my home All come to your home But don't come to another home 对不对 你都希望所有东西都好的 对不起哦 这是现代 将Young Generation解释的 All money come to my home 所以他念 All money come to my home All money come to my home 那请问呢 别人呢 没有吗 观世音菩萨也是 立望一切的众生 那为什么有人发财 有人不发财 业跟烦恼不一样 所以可见你一刚开始 用功的时候 告诉你一句真话 注意听 好的事情会现前 坏的事情也通通都会现前 我为了要发愿来这里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这次也生病了 我得了金色葡萄酒 你看到我 后面还有一个疤 后面还有一个疤 我还生病进了医院去开刀 我差一点往生了 真的 可是佛菩萨加持 上师加持 我还可以活来为大家讲 这也是我的业 但是一个重点 你要生欢喜心 你不要认为修行都没有恶业 那我问你 悟嘎国师的 慈悲三面水山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所以真正用功的人 就像下大雨一样 杂草一定会长的 花也一定会长 但是你要熬过那个恶业 要灿除业障 居居之良 恶业了的时候呢 等杂草都拔光了 你的善业才会出现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讲 众生无边誓愿度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当然你好好的学佛 会遇到好的老师 良师益友 可是呢 遇到坏的人啊 也通通会来找你麻烦 所以在法华经里面 有叫常步亲菩萨 各位都听过 别人打他 骂他 他都不对道心啊 我看到你们 师父呢 哼你一下就 明天我就不来佛堂了 为什么 我对师父那么好 师父对我那么生气 对不对 不 师父就要模拟的 You are scap 你跑掉了 You are lost in the ocean 你会在大海中消失的 所以听好 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时候 好花坏花 你都要去接受 好 等到那好的境界 跟坏的境界 都要去超越 所以我生病的时候 我很高兴 告诉你 我的念头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临终的时候 我相信 我是可以自在的 虽然身体痛 但是心很宁静 一直就继续忏悔 发愿 念佛念咒 求三宝加持 接下来 你二夜参数了 还好我生病不是在我临终啊 所以我真的体会到 临终的时候是不可以打 马飞的 或是打那个所谓的 安眠药的 那会让你神事分明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 你要想 我现在就聊我的夜 我临终的时候会更自在 我要长生欢喜心 所以今天第一个晚的工作 听好 待会上会的时候 回家的路上到明天 遇到好的坏的记者 长生欢喜心 这很重要 否则你干嘛来听佛法呢 对不对 观念很重要 接下来 当花采完了的时候 接下来就讲到 动机发心不同 有人花可以送给你女朋友 I love you so much forever 然后你女朋友跟你讲 Who knows Maybe you have a third one 所以现在的第三者 男女关系是很复杂的 在后面 十戒波罗蜜会讲 这个是很难 为什么呢 Because you are too sexy and attractive 你呢 长得太性感的 还有你太有魅力了 但差别在哪里 注意听 像尊贵的西藏法王 或是干嘛爸 或是很多的师傅 都很庄严 也非常very attractive 但是他们很没有 Pure mind 清净心 所以第二个重点要学 清净心 很多的世间男女打扮 make a wonderful makeup 对不对 花了很多钱啊 涂这些药膏啊 很庄严的 对不对 花了很多钱 我觉得那些拿去供养 不是很好 当然人呢 相貌是有新生的 可是世间的男女呢 attraction是什么 是impurity 不清净的心 知道吗 所以第二个 心很重要 那所以你可以买花 给你的女朋友 也可以给你的家人 你甚至也可以鼓励 爸爸妈妈 请问在座各位 你多久没有跟爸爸妈妈 讲Happy Birthday了 或是 I love you so much 有人说 哎呀不要讲嘛 讲不好意思啦 自己知道就好啊 他就不知道嘛 Please speak out By your warm heart 要用你的温暖心 去表达 你不要等到爸爸妈妈 断气的时候说 糟糕 妈妈我忘了跟你说 我爱你 了解吗 所以你的动机不同 接下来你可以买花 供养师父 也供养佛菩萨 发愿愿一切的众生 都成佛 你就会成为 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所以利益众生 是要真正的 用欢喜心 清静心去实践 这是这一段的目的 我们又写在上面 接下来你要做 烦恼无尽试愿段 法门无量试愿学 深深适适 尽为来记得 努力去学习 这才是大乘菩萨道 第三个 道次第很重要 请看 六度与十地 six perfection 在梵文里面叫 six palamida 十地是 ten stage dasapumi 换句话说 我觉得新加坡的联友 是很有善根学佛法 所以让我感动 虽然我很忙 但是我很用心 为大家分享 我知道的佛法 但是我觉得 新加坡的联友 好像还在逛着 Dhamma shopping 这样的感觉 就是东抓抓 西抓抓 南传也很好 大秤也很好 那个法师很庄严 那个讲得很好 这个仁波切很殊胜 这个冠底很殊胜 我觉得好像你们一天 都在那个什么 Dhamma Department running away 白货公司一样 跑来跑去的 你们都不知道 要在跑什么 请问你还有多少时间 可以跑 所以我要讲一个重点 加入你学南传佛教 清净道论很重要 你就要从戒定会去学 清净道论呢 要学的话 也要三年到五年 金刚训的话 有红白黄花 黄教里面呢 你要读 菩提道次第广论 也要三五年 那中国的佛教徒 本来在唐朝的时候 是很有道次第的 可是现在的佛教 因为大家都太忙了 都忙着结婚 忙着呢 加年华会 忙着很多很多的事情 当然我都很随喜赞叹 可是有一个重点是 你没有学习道次第 一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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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大家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学佛 想很多年的问题 怎么让大乘佛法的弟子 除了闺蜜三宝 学三规五戒 还要学什么 六度跟十地 你一定有一阶一阶的学 不是用跳的 当然根性不同 所以你会觉得呢 你听了很多经 可是还是猛茶茶的 这个是我希望 发愿能够帮助各位联友的 所以这次的主题 龙树的菩提之良论 第一个卷一的大重点 是讲十六度 后面他也会讲十地 好 再看到大制度论 请看讲义 第四页 第六行 大制度论里面 Q&A问了一个问题 大制度论是 龙树菩萨的注解 讲菩萨地 在菩萨 为什么还要讲 声闻跟圆节的教法 也能够度彼岸呢 龙树菩萨回答说 A answer 六度波罗蜜 有很多很多的功德跟功能 这里的能是function 大乘佛法中 北传的大乘佛法 可以寒舍南传的教法 可是反过来讲 小乘教法 是不能寒舍大乘教法 这里学南传佛教的人 不要听得不高兴 这个问题 在佛在世的时候辩论 龙树菩萨也辩论 已经变了一千多年了 你不用变了 已经it's the end very clear conclusion 大乘跟金刚乘 都是南传北传 藏传都是佛说的 有很多人听到小乘 我就不高兴 为什么你要比我大呢 的确 阿罗汉跟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就是不一样吗 当然 佛多的十大弟子里面 他也有菩提心 菩提心有很多种 他也有慈悲心帮助人 但是呢 他帮的是有缘的人 他不像观世音菩萨 或普贤菩萨 净虚空 骗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的众生他都度啊 所以大乘佛法你要肯定 龙树菩萨讲 大乘佛法可以包成小乘佛法 反过来说 小乘佛法是不能包含大乘佛法 为什么呢 因为小乘佛法最多只能证阿罗汉 大乘佛法可以证到菩萨道 而证佛果 所以这个问题 请各位不要再去浪费 太多的时间去辩论 除非你要读很多经论 接下来再看下面 第十行 第四页第十行 那讲六度波罗蜜 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主题 在中国的大乘经里面 是有很多很多主题 第一个请看 T8编号206 T是大阵杖 Tripitaga 大阵杖的第八侧 每一个经有一个号码 261经 叫大乘礼去六度波罗蜜经 这部经非常非常好 也值得弘扬 读的人很少 有十卷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也有很多的教理 第二个 大阵杖第十一册 T11 编号310经 到大宝基经 玄庄大师翻译的 第十二会叫做菩萨葬会 也是讲六度 接下来二十五 大阵杖第二十五册 编号11509 大制度论 也有讲六度波罗蜜 我一直发愿 到现在音源还没成熟 想来新加坡 开佛学研讨班 就是其中会选 大制度论的六度波罗蜜 请各位发愿跟回向吧 他要很多很多的音源 接下来7编号T30 瑜伽师地论 编号1579 他菩萨地里面 也有讲 修为事的人 也要修六度波罗蜜 甚至在大波罗经里面 玄庄大师翻的六百卷 大波罗经 也有六卷 全部是讲六度波罗蜜 所以可见 各位联友注意听 你常常发愿 自归佛 归法 归身 归佛当愿众生 归佛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归一身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你每天这样念 可是你这样发愿 可是啊 就像我刚才举例的 你在花园里 没有众阴 要得到像佛 或文殊菩萨 这样的智慧 是要真正深入精湛的 当然在新加坡 有很多的佛学班 非常的好 可是呢 我觉得各位啊 还不够用功 我出家今年二十年了 没有 虚岁十九年 我跟传疑法师 是二十年的戒凶 我们二十年了 都很精进了 我二十年来 每一个月都有 读不同的书 过去生不说 我今生是真的很认真的 在学 我不是上等根性的人 但我也不是 阿达阿达很笨的人 起码还会出家 我是中等根性的人 可是我要很精进 所以我觉得各位联友 大乘佛法很殊胜 可是各位呢 只是发愿说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是不够的 你要真正的去参加 佛学研讨班 真正的一步一步的去学 这样子你才会有大智慧 中国大乘佛法 我虽然南传北传 藏传都学 但是我出家 是在北传的大乘僧团 所以我是很感恩的 你看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六度经论 都没人读啊 应了经以后 放在柜台里面呢 做功德 拜一拜 然后就走了 结果谁读呢 白蚁 通通都在吃 所以这一生的白蚁会造业 但是他因为吃了虫子 来生可能投胎会做人吧 所以